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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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说吴贺欣的棋风跟金老师也有点像 也是敢打敢拼 他的棋就是比较凶 在女子青年赛当中好像也连续得到冠军 对 女子高岗杯青年赛也是获得了三次个人冠军 所以说她的 年轻其手里的佼佼者 对 好 马八近期 我们来看 王子涵是来自河北的选手 是河北队主教练颜文青老师带的队员 王子涵的棋风应该说就勉里藏真 他目前来看还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对 居九平八 但是有些棋可能这个认识上 我觉得还是有点差距 因为这般棋我们说待会 我问他一个概念 他那个我认为还是明显的差距 我以为他走漏了呢 结果他是概念 对 红方兵七几亿 双方是 黑方是七斗平方 这个女甲比赛呢 通过这个高密的五年的会战 确实呢 这个大家是得到了很好的这个交流 特别是新一代这个选手呢 就唐丹可能也感受比较深 对 就说这些女子选手都在进步了 当然唐丹呢 作为这个里边大姐大的这种选手呢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啊 水平的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也在逐变的缩小 对 像这个女子杂级联赛五年来 就是不止出现了更多优秀的年轻骑手 而且大家呢 这个水平呢也是进步都很快 然后各种这个熟悉的布局 开中才 也是向男骑手去多学习 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提高 大家就说的战场呢 多了战斗多了呢 这个自然的这个兵马娴熟 是 这个就是比较 对我们提高呢 促进女子的发展的很重要 用刘大华老师的话说呢 这个女子象棋啊 半边天很重要 我也很赞同她这个观点 这双方是 红方走的一个激进中兵开始 对 激进中兵 这个呢 大家可能是比较熟悉的 对 针对黑方的平炮对局 红方选择一个激进中兵 然后采取蒙打蒙攻的这个策略 但是这种棋呢 就说也是利弊三半 因为这个象棋啊 这种连续进攻呢 确实我们有时候爱好者看着挺过瘾 对 觉得这个双方啊 大打出手 这里边很精彩 但是呢 作为这个对局者来讲呢 他不好掌握 作为先手方也好 还是后手方也好 他的都不是别好掌握 这个很不好控制这个局面 他应该说呢 是属于战斗的一种形式 对 其实象棋呢 他是这种战斗的方式有很多 对 有稳健对稳健的 有细腻对细腻的 有大刀阔斧的 也有这个细腰缠绵 比较要求精确的这种 这盘就是一个场对攻战了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作为红方来讲呢 就是风险比较大 对 一旦呢 这个棋啊 黑方要是能够走出比较 好的这种对抗的招法的话呢 就是反击力很强 对 红方不好把握 因为你 就是像攻的急呢 对方反击的反弹呢 也是更加有力量 对 这是一个事物的自然的规律 所以说这种棋呢 在男子赛场当中呢 我们也能看到 对 但是并不是很多 你看男子赛场 很鲜明的特点 都是飞向啊 拱兵啊 是 双方斗这个功力 慢慢下 然后这个 在细的地方呢 去着手 去教练 这种棋呢 你没有深的研究 没有十足的把握 是很容易风险的 你看那个去年 红日跟金松走了一旁 那个棋也很风险 对 然后黑方炮 就平棋 平炮 然后黑方去 红方去三平四 对 红方要夺具 黑方来 宋七族 宋七族的意思呢 就是想 虚弱你的三路线 将来能够 七路炮 有反击 对 那红方对此呢 不理 马三进五 继续 加强这个进攻 那黑方 接受这个挑战 足七进一 红方 马五进六 那黑方是 拘八进八 拘八进八 这一上呢 都是棋谱 对 就是前人呢 都走了很多 走到这儿呢 一般来讲 红方还是 马八进七最多 对 跳马 跳正马 或者是 跳马更多一些 他实际上是 没有选择 马八进七 跳马 就黑方再补像 对 因为这个地方呢 就是黑方 当然说 也有走 马三推四 马三推四 向三进五 都有 飞像呢 比较多 退马三推四呢 也不是不行 对 就是战斗呢 会更加激烈 是 马三推四是最早 走出来的 但是后来 有一度感觉 红方比较有力 黑方就走得少了 那么现在呢 通过大家的 这个不断的 这个对这个局面 更加拆得更细 就认为 黑方 马三推四呢 也是组合一战 所以这个到底走什么 好呢 还是美人的体会不一样 那商政马是比较常见的 本局当中呢 红方呢 变招了 他马六进七 直接吃马 对 这个棋呢 就是给对方呢 设下了一定的埋伏 也可以说是 在等着对方上大 那黑方很常见 这局八平二过来 对 说炮 这个局八进八呢 大家呢 一定要理解 它这个含义 它一个是 别准这个向三级一 另外就是有局八平二 对 但是什么时候 用这局八平二 这也是有讲究的 对 这个呢 你就是要 那他肯定直观看 现在就可以局八平二 对 这个局八平二 这个就上当了 这个局就坏了 这是一个漏招 这儿红方就冰五心 冰五心 红方是不是在 对攻速度上 比黑方快一些 对 因为现在红方啊 是多一个子 它气会一个子呢 对 它还是有先手 它局二是一把炮吃掉了 这个棋呢 红方还有一个妙手 红方不再跳边马 为局走 它直接居九进二 直接对去 对 那肯定不肯对 对的话一路居这个 对了呢 就是说这个棋呢 我们简单一看 红方这个 冰六速度要快 对 然后又是中兵 对这个威胁 主要一路居出来 它慢 将来它可以平冰了 再把你冰都吃了 你的局还出不来 那如果你居二斤二吃 这棋红方就居九平六 这个棋黑方比较痛苦 这是个杀棋 你只能飞向 小三进五 然后它红方居四斤二 再拙 这个棋就是红方 优势 因为你炮这一都不成立了 它就 这是个炮五斤 我打向的棋 对 所以说这个棋啊 红方这个进攻的速度 非常快 黑方这个棋盯不住 黑方是防守是没办法 对 这个棋红方这个动作太快了 对 这个黑方呢 这个棋要四处挨打 多一个子呢 没有反击 所以这个棋呢 我们喜欢 这个布局的朋友呢 一定要了解这个证实 王子涵呢 他应该是知道这个棋 我想这个教练们 应该给他们讲过 或者他自己通过打扑 对 因为这么失败的人是有的 是 那这个棋呢 黑方住股机拱掉 行不行 我看了一下 拱掉也行 就直接住股机 也没事 这棋 我就把它拱了 就把中路的这个危险化解掉 红方这个棋呢 那他在马八正棋 或者炮五退一 都没事 这个棋黑方啊 也不是很怕 因为黑方下副棋呢 反正就看着飞向 三安静五居平山 或者马亲霸 都可以 这个棋呢 除了这个走法以外呢 就说针对这个棋呢 还有这个向三进五 也是实战的招法 对 实战是向三进五 黑方 不像 他补了一手 不像呢 就是比较稳 对 他相信这时候 如果比武精一的话 他可以趋平山 把你给马捉死 对 这个棋 比武精以后 均平山一桌 你只能马登中试了 马登一个试的话 你这个棋 前边的攻势呢 就弱了 最主要是黑方呢 这个整体的 这个反击的能力很强 红方呢 这个由于后边的部队啊 跟不上去 对 所以说这个棋 红方呢 并不划算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 还要动大子 动左边大子 一般是马发进七 然后他均一平山 又还原 均一平山 这又是一个部曲 他马踢退五 这个就还原了 成为这个 很常见的这个变化 对 双方都可以接受 但是本局当中呢 红方呢 可能是啊 觉得这个 要求一些变化 所以这个吴可欣呢 选了一个炮舞推一 炮舞推一的含义呢 就是说 避免了这个疏套 那黑方 现在要是走 足五级的话呢 他主要红方 将来有 居四间二 这个捉炮的一个线手 对 居四间二 有这个线手 你不能拍手推一打了 跟刚才足五级 性质就不一样了 所以黑方就不能走 足五级 黑方 黑方这时候 可以居平山 对 平居 来捉马 那红方这个马呢 也不能轻易丢 因为这个马丢了 一无所获 所以他马其退五先登 对 马其退五登回来 登掉这个中兵以后呢 目前呢 黑方是少过大子 但是可以顺势呢 马其进五把这个子找回来 对 马其进五吃掉 走到马其进五一登 红方向三 向其进五肯定不行 他18平六 对吧 你再平居 他再退马 那红方就 底下是不能丢 对 向三进五先不退 红方向三进五是官子 但是这个向三进五一飞呢 这个右翼呢 虽然说闷工暂时避免了 但是他右翼呢 就担保 是不是 他肯定是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 菊花瓶座的话 对 肯定是补这个项 这边子还能 松快松快 是 这边的防御 还能得到加强 所以说呢 这个向三进五呢 也是红方呢 被迫要走的 或者说 避走之遭 这时候黑王可能就得马五退三 先回来了 我刚才跟你说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样 是 就是这个 前不久啊 我见到这王子涵 我都问他 我说子涵 我说你 为什么 立场没有马五退三 把马躲开呢 对 他说呢 我感觉啊 居三明四这个速度快 我要反击 这样 他说我回马 动作感觉有些慢 他是这个意思啊 对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这个棋 妈 我觉得他是观赐 因为王子涵也曾经那个 代表我们队打过比赛 对 那个 这个我跟他也比较熟悉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棋啊 你就算平四就快了一步棋 但是这一步棋呢 还不能足以 抵消一个马 对 你这个速度还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说这个棋 你应该走马五退三 应该要这个大子 等于就双方子力相当 对 然后这个还是一个互缠的一个局面 对 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就是互有顾忌 对 红方如果马八进七 黑方这里边呢 他有抛尔金四 还有足迹平六 直接这么送足也有 抛尔金四是可以啊 去打兵 还有这么直接送足 你吃啥就举八平六 对 你捉它 它就平炮 你不能长桌炮 对 你还要变这个阵型 所以说这个棋呢 当然平足以外 还有抛尔金四 也是可以反击 这个棋呢 就是还是很复杂 双方各有一个兵过河 对 红方这个中兵呢 是控制了黑方这个中路 这个位置 但是红方这个窝心炮啊 它也是一个负担 对 因为这个闷弓啊 老是潜在的一个危险 所以说这个棋到底谁好呢 也很难讲 对 这还是一个很乱的一个局面 他 所以他这个时候 对 马五退三是一个官子 那这个王子涵呢 他没有马五退三 他就突然走了一个鞠 三平四 对 他就直接妻子去求攻了 那么到底这招棋 引起什么样的对攻呢 我们稍后呢 为大家继续呢 讲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呢 继续回来 这盘棋啊 可以说杀的是非常的激烈的 对 我觉得大家呢 能够通过这盘棋呢 对这个对攻呢 里边的一些理念呢 又能够有所收获 是 那黑方呢 林长真是走了 至少呢 令我觉得很惊讶的一部棋 对 他把这个马就不要了 他走了个聚三平四 他不是是贯彻一个 弃子征仙的一个理论吗 就聚三平四 就把马给送 然后想要来 这个棋还是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一线呢 没有那么大 对 还是应该退马 这个刚才跟大家说了 那么洪方当然不让 冰伍心 五火星就把他吃掉 主要他这个兵 还是冲着向呢 对啊 随时这个 洪方的速度也很快 对 所以说黑方这个棋 走得太凶险啊 是 黑方居于四近七 他可能是看到这个进居 他想下不去出将也很厉害 他就来了 来 居四近七 对 居四近七 那洪方肯定要淘这个炮 没有 他直接就逼五金一吃相 他先泡八瓶酒了吧 他泡二人四 他逼五金一 我怎么觉得 对 他那个 洪方还没有那么猛 他先泡八瓶酒 对 泡八瓶酒 因为你现在要出将嘛 他要马八进七送马 所以黑方这个时候呢 他走 炮二军四 黑方呢 就打算打这个边兵 来加强这个反击 那么这个时候 洪方兵五金一 对 兵五金吃相 因为呢 洪方呢 也希望通这个中路的进攻啊 来把这个 齐呢 这个 协调好 对 这时候黑方也是 好像不能管 自己的中线 像七星五飞了也太慢了 那七星五飞了 因为洪方炮能 随时打出去了 对 他是走的一个 炮二瓶酒 炮二瓶酒呢 里边也藏着一些棋 对 这是个沙棋 他想这个双区双炮兵 组成一些公式 对 就说黑方下部 有聚八瓶酒 这个棋 洪方呢 要 现在是个炮金三 是个僵 然后它聚四瓶一 先跟着一个 跟住 对 然后它在炮九瓶八 下部再准备 七八瓶六 有些这种杀法 对 洪方可能是看自己的 这个 左路这个巨马 也一时半会出不来 投入战斗 所以他准备也是 弃死反击 因为这个炮啊 它是洪方的一个心服 对 既是威胁 能够 对黑方有威胁 但是他自己来讲呢 这个老将啊 是 可能是不是也等同于 那个窩心马 那个概念差不多 对 窩心炮跟窩心马呢 如果要都走不出去的话 对 有一些像 都足为老帅的 这个活动空间 对 你是支不起来嘛 嗯 所以说走到这呢 洪方呢 就强行弃子 嗯 这也是可以的 对 这也是很好的 就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要走炮五瓶酒 嗯 他这招是琴的 他不好看 因为他觉得这个子啊 走得太偏 所以说从我们女子选手的 这个思维来看呢 嗯 妻子为了赶快争先 这个也是 对 这思路也挺好 好 就把瓶六先杀齐 对 然后你得居一退七 先防守一步 对 黑方呢 就是红方呢 就是比较 比较走到十吧 因为他感觉这边呢 能够获得实力 对 他确实呢 这个想法呢 也是不错的 对 居四平三 然后红方平居 嗯 叫杀 因为你永远呢 他不怕你飞 对 飞呢 他大不了就打硬打出去 这样就中 中炮这个威 对 自己那个 窩心炮反而解脱了 是 嗯 把他聚三平四 嗯 先来防守 红方呢 就把中式撞掉了 这个棋啊 红方不应该撞势 是 他 红方这个棋 最厉害的是 应该直接将 好 这样的黑方 可能得 做什么呢 就得电鞠了吧 他落实的话 太危险了 又是他巨八推二 嗯 啊 你电鞠他也是巨八推二 你巨八推二 嗯 这个棋啊 跟实战呢 有什么区别呢 嗯 就是等于多一将以后 主要这个四路鞠 是不是抬不起来了 一个是这个 再一个呢 就是红方啊 他保留一个机动性 这个中兵可以随时撞你 对 他根据需要 他就撞你 主要现在我要是G476 抬起来 你这样有个兵五平六 对 还保留这个过河兵 嗯 对你 你拯救我 我平平你飞向 我一飞高向 你这骑车快就绝杀了 但是我很飞了也不肯 飞了你炮打过来一将 对 我炮打出去一将 然后我将来 我这个事 我就安全了 是啊 但等于说黑方 黑方这个棋呢 反击的就没有点了 红方就多两个向呢 就绝对优势了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概念问题 红方呢 可以不用急着撞势 对 红方实战呢 他是把事先撞了 是 他是兵五金先吃了一将 知识 然后知识 红方然后又折先降 然后他退狙 红方又狙 八推四 狙八推四回来 他是想着 我现在多你一式一向 然后他飞边向 对飞向 防止他 狙八平三 狙八七二 嗯 狙八七二 他这时候是不是索性 就炮五金七 这个七啊 就吃个事 炮五金七 这个打势呢 也是挺凶 但是他可能这个临场 看不见点的招 是 因为这个 他走这个狙八七二 感觉呢 就是说他还是想 吃对方试相嘛 对 去占便宜嘛 然后黑方走狙四金六 对狙四金六 因为对方呢 现在 由于狙八平一 黑一方这个 要赶快腾挪 红方先退炮 进行防御 黑一方也是 走了一个 炮击退一 对 防守了一步 这个时候呢 就包括 这个打势 都是存在的 这时候也存在 嗯 你舔了以后 他狙一近期 再杀出去 嗯 这个棋啊 这个二狙错 这也挺厉害 或者狙八平一尺 嗯 狙一八平一更稳 将来狙一平散 但这个棋呢 为什么说难度大呢 对 因为他临场啊 他看不见这二周 因为他 主要红方是不是 也没想到自己的 窝心炮 在局面的后面 对杀中是一个 反而是一个累赘 成为自己的一个 对 他可能当时呢 红方啊 有点过于乐观了 对 这个局面 就觉得红方多试相嘛 对 所以肯定是占优的一个棋 这个棋呢 那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吃不要重 对 一僵去吧 就保留充兵 红方可以呢 牢牢地锁定这个优势 对 那这个棋的实战 就把这个吃了 然后黑方是降五平四 对 嗯 红方呢 这个时候炮打出去了 对 又打出来了 这个时候到了一个 这个关键的这个地方 对 关键的地方呢 从这个逻辑上来看呀 黑方可能应该先走炮气平 先平炮 对 然后红方呢 不过是 黑方再充足 准备再扣炮 然后红方呢 再把这个炮啊 退回来 对 退到这 对 这个棋呢 就说的这个 双方啊 这个战斗就太微妙了 嗯 就 因为你才不能吃 一吃我就僵死你 然后黑方再走 炮发进衣 准备将来有居四肩 然后打出这样的棋 对 应该说这个棋啊 就是 互有顾忌 啊 这又是太复杂 对 太复杂 就是一句话两句话呢 还很难把这个局面 说得很干净 嗯 说得很准确 就大家可以说 这个棋啊 暂时谁都不好动 对 然后互相牵制 嗯 机会呢 基本上相当 是 应该 黑方应该这么走 是 但时代当中啊 黑方这个没有选择抛弃平 对 就是 黑方呢 他直接呢 操作过急 他直接下足了 对 直接冲足 嗯 这个棋呢 反正是走错了 他就是以后想要有个铁门栓的走法 红方啊 这个时候应该 嗯 走中军 把中军站上 红方这个棋啊 就优势了 那这时候平炮打的话 那你觉得呢 他可能有 他是不是也就炮平三了 以后这样将 将这个炮还得走开 对啊 嗯 那那这时候打就不行 因为这个地方呢 呃 你也没有什么棋吧 对 黑方可能还得足夕夕夕再冲下去 再冲下去 他就再支持吗 你再试四季五的话 他可能 这时候再打一下 嗯 这个就很 这个很微妙的一个局面 嗯 反正总之呢 红方啊 这个中路很重要 对 就是黑方的这个铁门栓 有一定的这个威胁 嗯 就是红方要抢这个中路 对 要先要抢 好像张罗志琪一看 就是黑方的这个双击双炮族 已经卡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对 红方虽然多了视像啊 但是就是 就是红方这个两个区的位置 不是特别理想 嗯 就是说红方这个棋呢 暂时呢 虽然多视像是处于防守的 对 这个位置 嗯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你黑方呢 也不得不攻了 对 黑方再不攻呢 让红方都反过来啊 嗯 他就没有机会了 物质力量太多 就是这个棋 实战当中呢 红方走了一招之势 嗯 谁也没有想到这 这一招之势啊 就是自己这个棋啊 嗯 这就是万劫不复 这个很正常的一部棋啊 先补一手棋 你看着这招棋呢 嗯 是挺正常 但是这个视一支啊 这个棋就没解了 嗯 啊 这个棋 严重到这个程度 对 就是红方呢 就即便知识呢 也要知这边识 对 比这个实战会好 当然这个识他也不满意 是 所以说有这个机会的情况下 肯定应该是居屏我 嗯 就是说红方应该先抢中路吧 对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 嗯 然后呢 先把中路抢过来以后呢 呃 不给黑方呢 直接立中炮的这个机会 对 他识四季五 就一步棋就走坏了 对 为什么呢 因为黑方这个炮八平五 一立 这个棋可能是吴可欣啊 真没注意 对 他以为呢 这个棋呢 还是问题不大的 嗯 结果对方这个炮一立以后啊 不知道他发没发现 这个棋突然呀 红方就是危机四股了 是 因为这个棋你对居啊 没用对不上 你对人家 他下足了 对 人家足是越走越近 而这个地方啊 防守的力量呢 非常的薄弱了 对 那么这个实战当中的 实战他走了一个G1平三 桌霜 他平居桌霜 嗯 这个棋啊 这个杀法呢 就是跟前两天 我们讲的那个 嗯 洪志和金松的那个比赛啊 很香 哦 对 那个棋也是杀 也是吉林中兵 对 啊 最后的杀法呢 几乎是一样 对 这盘棋最后这个杀法 是太精彩了 对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一居换双式 这个概念呢 一般呢 就说的这个 很多棋友呢 可能还不是特别的 这个有这种思路啊 对 一居换双式呢 他一定要有第二个子 第三个子的配合 对啊 一居换双式以后 往往是这个 居足有胜居 居满有冷招 嗯 黑方呢 就石破天惊 突然呢 下了狠手了 对 这个居 把势就砍了 红方只能打掉啊 只能炮六平六 黑方居 六平五一将 嗯 红方初帅 这个棋还很巧 巧在哪呢 他要是居僵呢 他上将还暂时将不死 对 因为他这有一个居 当然说你居僵一下也没事 你还能居在僵回来 对 然后这个黑方都没有僵 嗯 黑方呢 就是对待那边的棋子啊 都不理了 就直接走 足七平六 嗯 平足以后啊 黑方是多种杀法 这个导播看一下这个棋盘 啊 给大家看一下 五平六 居五继一 还有炮五平六 足六金一 都是杀 足六金 他有多种杀法 对 你只算这样吃炮 没用吃炮 他就上将 没有后续的走法 江湾军以后呢 这个棋你没有僵了 所以说走到这以后啊 黑方就一举锁定胜局 就好像没有解 没解了 嗯 红方走炮五平六 他走了一个炮五平六 还比较顽强 对方不是不能上将 对 吃了的话 可能红方还有核棋的机会 嗯 对 他有一个狙进八将军 嗯 你颠炮的话 他给你吃掉 然后狙江 你下午金一 他有个狙三平四 还可以防守 嗯 这儿就说的 暂时还将不死 对 你平足他可以退狙 就这个棋黑方还有那个 啊 红方还有可以 对 缓解的一个走法 所以 黑方呢 已经看清楚了 他这个送什么 我都不吃 所以他炮五平六将的话 他反而就有平四 对 垫住 对 反而有个狙四星 一吃炮杀棋 你杀一将 他就垫炮 对 就是说最后呢 他用这个组把你杀死 对 这个棋呢 最后这个红方就没有办法 对 你吃一将我就进了 所以红方就将了几军以后 就在这就认负了 对 因为这个狙足 行黑杀棋 炮五平六将 他就叫我平六 对 所以说这个最终 一点办法没有 对 如果你筋帅 他就平足 这个足武器也是杀 是 所以说 这个太精妙了 对 你只用弃居了 弃居它连撞一将 一将 把你炮都吃掉了 对 对 所以说这番棋呢 最后这个黑方这个杀棋呢 是一个突发的两件 对 大家从中呢 要了解这种杀法 以免在实战当中呢 错失战机 是 那好 今天的棋局呢 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 也非常感谢这个高密呢 当地呢 对我们女子向甲的 这个大力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多关注 关注女子联赛 同时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 我们向其的运动 好 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各位喜好 再见 好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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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